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缺点 我们的妈妈也不是完美的妈妈 但是最起码她守住了带领我们来认识上帝 这个是值得我们感应的事 甚至于我们要爱我们的妈妈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用上帝的爱来宽容妈妈的另外一个面向的 让我们有些时候不能够让我们快乐的地方 当然圣经里面也告诉我做父母的 做父亲的 不要让儿女生气 这个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这个也是因为上帝富裕做父母的 你要成为孩子的表率 你要成为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导师 所以上帝怎么教导你 就要怎么教导你的儿女 甚至于如果你没有善计教导儿女的时候 你的孩子做坏了 你的孩子不舒服了 你的孩子让你难过的时候 你也不能怪自己 那是因为你让你的儿女生气 这样表示什么 我们把上帝该教导的责任的问题 我们没有好好地在儿女的面前来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坏里面被约束 我认为我认为她是在儿女的里面前来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是在儿女人之间的地方 我认为她是在儿女的医生里面前来表达出来 我认为她是在儿女的陀佛 我认为她是在儿女的中心里 我认为她是在儿女的医生里面前来表达出来 他不是只有空谈一个理论 他也不是空谈一个道理而已 他事实上是一个具体的行动 他说 孩子们啊 小子们啊 我们大家要相爱 不要只是圆意上跟舌头上 总是要在行为跟诚实上来表达 这样我们就是属真理的 并且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安稳自安 在家里妈妈的大要是很帮助 所以阿美族社会尊敬女人 所以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在女人的身上 有些时候 大家把他们的 母系社会里的阿美族 因为妈妈们也很爱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阿美族社会就有 母系社会 我想这也不会过 可是这个时代 我们的母系社会师徒慢慢地示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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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还好 我们还有上帝的教导 我们的母系社会师徒替了 我们的母系社会认识 我们的母系社会认识 我们的人都会在家里面 但是在给大家一天 还有一个人 来了 出来手道 发现 出品字幕 她都没有问过 我下回一次都士也是 看你下回到他 我下回想 我下回到他 再来一会 我下回到他 他你就说 如果你不知 我下回想 我下回想 他在他说 我下回想 我下回想 他在他 我下回想 我下回想 他在听话 那么我先 écnic居的 在曰我带路上的背景和黑的那躺乌 里面对他们的確骨 就让俩叉诺 出门的是 你怎么满身上 我也是 跟她有这样的 在上去 我也是 你能干嘛 你没八蛋 我也是 我也是 不知道 我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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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们的 我会知道 或是二十三年后,我们先开始介绍我 我们先开始介绍我一样的岁月 再看我一样的岁月 在您留下按盘地,同时你自己会丢着 一样的岁月时,一样的岁月下 他们在我们慢慢做 所以老板就是这样,我们才会跟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人 我们背上所有我可以说的 主岁的了,我们就有一样的 我们al选择一样的 对大家,��方回应该来牙承诊的 我也会 It's hard to use 因为这些是我 不信置的几乎 和 собой所 Para摆驾的时间 MM什么苦w effect 公里边上 童这些什么过什么 言不 entendu 我们也是 它游泳的口 urge 所以我们的有远渠 我沒想過了只有我 去難走 你們大的 我的漫л Ugh 血zos McL ЗW 你 你 我是 讓我 過 開 也很想在一月中的花香 以后,他这一会最后一个的花香 是否才能遇见过 以后,他有把花花花花花花 以后,我会想一想 我会想一想,我会想一想 用哦,我会想一想 但我会想一想 他会想一想 对我来知道 可是,我一直在后 他的作业 就只是开门 能否抵抗一天啊 能否抵抗一天啊 让他们要赏 痣啊 能否抵抗一天啊 不抵抗一天啊 要得给你妈妈无私的爱 一定会保抗一天啊 你能否抵抗一天啊 要不抵抗一天啊 更抵抗一天啊 事实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爱的妈妈的表态 因为她有爱 所以她愿意照顾她的孩子 甚至於有愛的媽媽 她才能夠引導她的孩子在觀念上 在生活上 在習慧上 有這樣的一個潛移默化的身教 你才能夠把她當大娃娃 所以不用你講話 只要你時候到了點一下 這個孩子就醒過來 就是因為我們認識了上帝 重要的是要想到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身上都是從上帝那裡引受 只是有些時候我們把上帝那 光明明 因著我們自己的私心 我們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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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我們有所謂的 所以我們今天 不都有的媽媽 是知道自己當媽媽的角色 這個就是我們人的 虧欠你 虧欠了上帝的榮耀 這個 這個 我們有所謂的 我們有所謂的 當我們有感恩的心 跟凡行 在人生的道路上 思想媽媽的愛的時候 我們有所謂的 不要藐視你的母親 甚至於 你要順從父親的教導 因為 一人的父親 一大大的快樂 在人生的父親 他們的父親 都不喜歡 他們的父親 都不喜歡 他們的父親 甚至 他們的父親 都不喜歡 將父親 在人生的父親 是 做人 要讓生 你的父母 快樂 所以我们在这样母亲节的日子当中 我们不单单思念妈妈 也纪念我们母亲的辛劳之下 我们一起来受伤的安慰 特别有麻烦 愿你因着儿女们的尊敬 我们得到安慰 也期待给我们的母亲 当妈妈还健在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你妈妈在世上 她一天一天减少的日子 陪伴她 因为我们也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回到上帝那里 那我们的母亲年长了 我们更要珍惜那样的日子 她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减少了 那么我们应该要尊重 要珍惜她 陪伴我们的日子的时候 甚至于我们也可以亲自的 到妈妈的身边 拥抱她 对她说感谢的话 让你用你的那样的一个热爱 用你的热忱来拥抱 我们请来 我们请来 感谢观看